大家好,我是中大醫院蔡醫生 現今的女性除了照顧家外,大部分都要上班 壓力其實都不少 臭大了底之後,又要經過一個人生必經的階段 叫做更年期 在更年期裡面,身體會有變化 情緒也會有變化 有些人甚至乎都不開心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林醫生 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女性更年期的情緒問題 以及如何應付壓力管理 謝謝你,林醫生 女性來說,一生有不同的階段都遇到不同的困難和壓力 包括懷孕、生嬰兒、後期的更年期 蔡醫生,你不如跟觀眾解釋一下甚麼是更年期 更年期一般都在45至55歲之間發生 這個時候因為身體退化 女性的卵巢不能像以前那樣再生產足夠的荷爾蒙 這些女性的荷爾蒙缺乏後,身體有時會變得比較容易累 有些苦女會覺得有潮熱 甚至乎情緒差一點,不開心,脾氣暴躁 也有不少人會失眠 在這些情況之下,其實有些需要一些治療 只有小部分的女性就很幸運 在更年期只是除了經期變得不均勻之外 其他的事情就是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所以在這段時間,有時需要有心理醫生的輔導 其實在更年期或接近更年期的女性 這段時間,遇到抑鬱症的機會是很普遍的 主要的成因是因為女性荷爾蒙減低 以及家庭壓力、生活壓力導致 如果根據研究,在這段時期的女性患上抑鬱症的機會 其實是比一般女性高30%至兩倍的 林醫生,除了生理變化之外 會有甚麼生活壓力? 生活壓力方面,在這個年齡 通常的子女就大了 進了大學或要入宿舍或搬開住 家裡可能會剩下她和她的先生 這叫做胸巢症後群 可能當時事業有成 在人事方面,工作方面也會有不同的壓力 哇,那真是三重打擊 是啊,其實在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要看看究竟有沒有抑鬱症 抑鬱症的症狀是包括 有兩個星期或以上 長時間一直住的情緒低落 吃東西吃不下 個人經常都覺得很累 比平時不想上班那天累了多三倍 而且平時很喜歡的時候 覺得沒有興趣 又睡不到覺 特別是天未乾就醒 還有集中精神差 還有一些自責等等 林醫生,很多女士進入更年期後 就發現睡眠質素比以前差很遠 有時睡不著 或者半夜會紮醒 你是不是平時都見很多這類病人 沒錯,其實在這個時期 差不多一半的病人都會有失眠的症狀 有失眠困擾的病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焦慮或抑鬱的症狀 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呢? 林醫生 其實在治療失眠這個情況 除了要考慮補充女性荷爾蒙之外 其實有兩方面我們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認知行為的治療 什麼叫認知行為治療呢? 其實就是改善病人對失眠的恐懼 以及將床和失眠的聯繫取消 那怎樣做呢? 其實首先你還沒睡覺之前 你就要放一些 比如你覺得沉悶的書籍 放在外面或者客廳 以便你失眠的時候 你出去看看 其實你在睡房或床上 就只可以做睡房應該做的事 就千萬不要做其他事 例如做運動、吃薯片 或者特別是看電話之類 如果你睡不到大概半個小時 你就千萬不要繼續在床上 你應該立即離開床 去看剛才你覺得很悶的書籍 直到你悶很累 生理時鐘調整 你就很累才睡 另外就是藥物的治療 有些藥物我們叫做輔助安眠的藥物 這一類被很多病人都有幫助 原來治療失眠是有這麼多種方法的 除了剛才林醫生說的辦法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提示 我們留下集再請林醫生跟我們分享 下集見 快點 快點 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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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